第二教育部长拿都斯里伊德里斯组所 今天则是保证 教育部将会确保受到大水灾影响的学校 从这个星期开始 受到全新的家具和配备 好让校方可以在新学年顺利开课 伊德里斯今天到吉兰丹视察学校开课情况 并发放物资后发表这番谈话 他同时表示 目前共有14所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区学院 为这些学生赶至新校服 好让学生们可以尽快穿着全新的校服到学校上课